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虚拟中 我们都需要不断的提升自己 您觉得我们这一代年轻人 需要具备一个什么样的素质 才能更好的去应对未来呢 我觉得这一代年轻人 如果是跟上一代人 或者跟以前的历代中国人相比 这一代中国人 一个最大的面对的最大问题 就是你需要有一个个人主义的思维方式 就是整个的思维框架 就是这个mindset 就是个人主义 就是说你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而不是依附于什么东西 就是你不是依附于家族 也不是依附于公司 或者是一个组织 你得自己能做一些决定 而不是说让别人安排你的生活 自己做决定的时候 往往会有各种风险 然后会不适应的 但是现实就是这样 可能应该是想家里安排好了 就是你上大学 上西南政法大学 然后出毕业之后当一个律师 这非常好的路线 结果毕业之后发现 正好赶上了今年不景气 那么工作不好找 那就是往往是这样 现在社会 这个是往往是这样 往往是这样 并不是像想象的 不是 那个人 就要个人独立的去面对 整个社会 然后你去找一个公司 说我们要给你公司干 或者说我干脆自己干 所以这一切都是说 以个人的身份 去 我们说个人主义 并不是说自私 就是说我只顾自己 不顾及其什么 不是那个意思 是说你得为你自己负责任 只有这个能力 那么这样的话 就是说白了的话 就是现在的每一个个人 都有点像古代的 古代的贵族 就是古罗马 古希腊也好 中国 深秋时代也好 那时代 那个时候的 那个 就是 这个贵族 他是 他是 他当然他要为家族负责 他是家族一部分 但是他要做 他要给人做 做主 他要自己做一些决定 特别是像下底层的贵族 比如一个市 他要 就是 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人 他不是受人安排的 那奴隶呢 是受人安排 那那个 所以像那个 春秋的时候 中国要讲君子 要学六义 对吧 你君子得有 得有自己的道德 你做这件事 并不是因为 家长让你做这件事 社会要求你做这件事 而是因为你是一个君子 我就要有我自己的道德准则 是我自己认为 应该做这么做 我就去做 这就是六义 就是孔子训练的那些人 他训练的那些学生 他一个训练的时候都是这样 自己一个拿出来 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对 然后古希腊 古罗马那些也是这样 自由人 他自由技 他说叫 Liberal Arts 我把它翻译成自由技艺 对 什么叫自由呢 就是自由就是 你得自己 为自己的事负责 你自己做 意思就是你不是一个奴隶 奴隶是别人 别人 所以 所以我们 那我认为像 这一代人 就得 得把自己想象成一个事 就得想象成一个自由的人 你就得 为自己的负责 不能什么 自己在社会上 如果要 就要在社会上混的话 你得考虑 自己的声望 是什么 比如说你要在一个 律师圈里混 那你这个声望就很重要 那个人设就很重要 对吧 这是一个很有名的律师 他打官 他走上打赢 那大家就会 他会获得更多的 更多的 那个就是 那个业务 对吧 他就会获得 每个人 不是在 他关心的不是 自己在公司里 是什么位置 他关心的是 在整个这个职场 在这个 整个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圈里 这个江湖上 他得是一号人物 就是我提起来说 这个 这个 这个律师 梁大律师 那是 梁大律师 OK 那个梁帆 我赶紧 这个可以 就是我们找他 而不是说梁帆 谁介绍了 梁帆是哪个律所 不是 我们就梁帆 梁帆就是梁帆 梁帆今天在这个律所 他明天可能去那个律所 后天他自己开了个律所 但是梁帆这个人 他是生人 那因为他要 在乎他自己的人 他在每一个律所工作的时候 他一定是 就是经营业 把好多工作做好 他绝对不会坑谁 对吧 他会 他跟每个合作者 即使是明天咱俩 这段业务做完了 明天我就自己开公司 我不带你们公司干了 那我今天肯定也要 把工作好好交集 因为我在业内 有我这么一号人 所以就是 我的认证就是 现在这段人 都能有这样的意识 你是一个人 我是一个在社会上立足的这么一个人物 我是一个 就是我得是一个人物 你不能当我是一个匿名的人 我不是匿名 我是有名 我的那个简历就在那个 LinkedIn上 对吧 中国现在比较领英 是不是叫 或者领英常 是不是已经退出 我还是 不管什么 江湖上 丢这个人物 猎头公司 他就知道 猎头公司那有你的档案 对吧 你得 就是你做的一切都是建立你自己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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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设 你不是一个工具 就不是一个螺丝钉 对 今天是跟老板谈这个工资 对吧 当你考虑这一点的时候 工资多少 这些 那个 加班多少 这些都是 你不记得 我要建立的是 我在江湖上 这个品牌 这个人设是怎么样 其他东西 有这个意识之后 其他那些都是 自然而然是 你知道是 你就知道该怎么应对 我认为这一点是最关键的 对 是的 就是你刚刚说到 就是要 就是相比于 历代的 就是过去的这些人 我们可能这一代年轻人 更多的是要在一起 建立起自己的个体的这么一个信用 也许我今天 我是个设计师 比如说 然后我可以去大公司给别人打工 但是我宁可我可以自己单干 我单干 我可以跟这个公司合作 跟那个个体合作 或者跟这个集团合作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我就去建立起我自己的这个信用 然后等到 就像是个江湖 是个圈 这个圈中 多少多少少会有人 想到这个事 想到这个问题 他们就会想到 两番这个人 他可以解决这个事 他之前干过什么事 就这是你的信用 对吧 然后 对 这就让我想 就是要建立起来自己 对 您先说 对 就是我要建立起来自己的人设 就建立起来自己的一个品牌 一起起来 这个事找谁干 梁汤最后是 他做过类似的事 找他 就想到要做到这一点 是的 明白了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 我觉得咱们又 又可能又得说回到你的这本新书了 这个佛位系统 我觉得这也是国内少有的 可以用讲 用把这个系统化思维 给讲明白的这么一本书 我读完这本书之后啊 我觉得我特别受感触 感启发的一个点 就是很多人他可能会 就是会 看中眼前短期利益 可能会说 这样子 我这样做 我能赚到钱 我找一份工作 我能有这个收入 但是他们却很多时候 却没有去考虑如何说 假如说我的人生 它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系统 那么我需要如何去建立这个系统 然后这个系统到后来去运转起来 去像滚雪球一样 越滚越大 这样子 就是我们要用系统性的思维 去更好的去应对人生的整个挑战 这样子你才会在 前期可能会比较困难 但是在后期 可能就会慢慢慢慢的 会更加的游刃有余了 对 就是我在乎的不是一成一池之得失 我在乎的不是下一笔交易 我是挣了还是赔了 挣多少 我在乎的是我这个系统是不是在成长 我这系统是不是这个结构是不是合理 它是不是具有这个很好的扩展性 如果这个系统一切都搭建的很好的话 我下一笔挣多少钱是无所谓的 因为我知道长期看来 它一定是会撞瓣起来 所以我们就是要想 要想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要把 要全面的综合去考虑一件事 而不是说考虑 就是考虑一系列的事 而不是说考虑下一件事 这是我们系统的关键 对对是的是的